歌仔系天王杨丽花回味16年 推出的新作《忠孝结役》第一单元 剧情来到了高潮 粉丝们最期待的《复仇计划》即将展开 也让收视率再创新高 全体平均收视为1.61 让演员们也非常开心地切蛋糕来庆祝 剧情来到高潮 主角找到生母后 紧接着上仇人展开《复仇计划》 你什么事要报仇 今天晚上吗 我说明天晚上吗 接下来大家 因为历史故事如果有看的话 一定是赵武 因为收孤就孤之后 赵氏孤儿一定是报仇学恨 剧情扣人心弦 观众入戏声也让《忠孝结役》 收视再创新高 全体平均收视为1.61 演员群切蛋糕庆贺 期许故事发展能再掀起一波收视高峰 我们花了五年多的时间来做这个戏 终于没有白费 就非常的感谢 好激动 听到我们的收视欲节节高声 另外《忠孝结役》执行制作人 陈亚兰也透露未来将播出的第二单元 《笑感动天》将有全新内容 这个单元可以说在电脑动画方面 是做得最精致 最好 然后也是最烧钱的 这初心要传达的意念 就是百善笑为先 试字打造立体动画 视觉感受更升级 故事主轴紧扣忠孝结役 传递歌仔细精髓 九日恨灵敏家台北报道